如意金箍棒 孙悟空告别菩提师族以后 无处可去 只好又回到花果山上 猴子猴孙们看见美猴王回来了 都高兴得要命 缠着要跟孙悟空学习武艺 孙悟空当然答应了 可练习武艺没有兵器怎么行呢 于是就想要一件好的兵器 那么好兵器上哪儿找去呢 正在烦恼的时候 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猴子出了个好主意 带王 我听说东海龙宫的宝贝多得不得了 带王到那儿去一趟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好的兵器 孙悟空一听高兴极了 立刻动身前往东海 到了龙宫见到东海龙王 就开门见山地向龙王说明了来意 龙宫那么多宝贝 龙王能不能借我一件兵器用用啊 龙王听了也不好推辞 就命令手下去拿 不一会儿两只乌龟就驮回了一把大刀 孙悟空看了几眼 很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这把刀也太普通了吧 满大街都能找到呢 不要 龙王皱了皱眉头 也没说什么 就命令手下再去换一件 于是虾兵虾将们抬回了一把九股叉 足足有三千六百斤重呢 龙王心想 这回该满意了吧 谁知孙悟空只在手上颠了几下 就摔到了一边 太轻了太轻了 还是换一件吧 龙王无奈 只好命人再去换一件回来 过了很长时间 虾兵虾将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拖回了一柄 化干方天脊 这个兵器呀 足足有七千二百斤重呢 可孙悟空拿到手中 挥舞了几下 还是连连挥手 不行不行 这玩意儿还是太轻 不要不要 龙王听了 直翻白眼 兵器库里最重最好的兵器 都拿来了 孙悟空还是不满意 那可怎么办呢 两人正在发愁 突然不远处闪过一道金光 孙悟空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根铁柱子 大约斗那么粗 两丈多长 就非常好奇 问龙王是什么 龙王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哦 那个宝物名叫如意金箍棒 一共一万三千五百斤重呢 你要是拿得动的话 就送给你好了 龙王本来是开玩笑的 他才不相信 孙悟空能扛回去呢 可孙悟空真的做到了 他跑到如意金箍棒跟前 使劲一抓 把如意金箍棒 变成普通棍子那么大 轻轻挥舞了几下 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就要这个了 这一下可把龙王给吓傻了 如意金箍棒 可是东海的正海之宝 给孙悟空拿去了 还了得 可孙悟空才不管这些呢 又把金箍棒 变成一根针那么大 一溜烟的回花果山去了 从此以后啊 如意金箍棒 就成了孙悟空的兵器 帮助孙悟空降妖除魔 保护唐僧等人一路西去